瑞穗湘齐美部落公墓在101年到106年期间 因为公墓的饱和而进葬 让许多仙人分葬两地 与自己祖先及土地分开 也拉开了部落族人情感的距离 虽然多次争取僻贱纳古塔等设施 却都没有下文 县应会民政小组高度的重视 在县府民政处长江东城的陪同下到场会刊 听取部落族人的心声并表示 也将全力的来协助部落解决 美与封面带来一阵阵小雨 好似齐美部落先人分葬两地 与自己土地祖先家人分开般的感伤 这是我比较大的一个 比较难过的一个部分 就是没有来部落看看自己的老人家 或者说自己的土地 这样的时间一长下来的话 这个对部落或者说土地就没有感情 关切齐美部落分葬他处 安葬之所的问题 县议会民政小组成员各个撑着雨伞 在县政府民政处长江东城的陪同下 实地道场会刊 并听取部落族人的心声 可是像我自己的 我们家有十几个也差不多时间要挖 要挖到哪里 对对 那时候我后来跟公司说 我是不是弄得像那种 那种 那是集中式的工程 对对 集中式的这不行 那我在我原来的地 弄可以吧 那不行 到底要怎么办 这十几个呢 我家我主户开始 我难道我都要全部都拿到瑞税吗 瑞税香秦美公墓曾在101到106年间 因公墓趋近宝盒而进葬 造成了仙人分葬两地不说 现在要将仙人迁回部落 又受到了现行法令限制 而无法与自己的祖先与土地团聚 造成秦美部落情感拉扯 无所归一 部落族人更是无所适从 我们刚才讲的 前置作业都完成了 包含刚才的部落会议 水保 工房品都没有问题的话 工程经费的部分 看是要有乡公所这边 还是先与土地团聚 没有乡公所没钱 再报 我跟你讲乡公所真的没钱 你不用靠他们 那天在写神医们的预算的时候 怎么讲的 你今天又不敢踢来踢去 那但是中央也要尊重一下地方的民生 那今天我们这个原住民地区 他按照走这个部落会议 我们还是会用最短的时间把它完成 但是我们希望说 县政府能够协助我们部落 不要说经费由乡公所来出 因为地方的预算我们都很清楚 他们没有所谓的纳骨墙的预算 绝对没有 所以我们希望民政处相关单位 能够协助这个区块 这是我们最大的困难 我们不需要政府踢皮球 不要踢来踢去 由于部落公墓趋近饱和 因此部落族人希望争取设置纳骨墙 以利后续让迁回部落的先人们 有安放之所 县府民政处表示 公部门得一规定 取得部落会议諮商同意才行 如果能够经过他们一个共事决 部落的一个有涉及人口 一半以上的那个部落的人来做出息 然后另外出息的人数的一半的人来同意的话 我想这个公共的一个建设部分的话 我们会尽量在在这个原地来做一个推动 对 县议会民政小组针对批建 奇美公墓纳骨墙的建议 还得面对环平水保以及用地 净费等等的关卡 提供建议讨论交换意见 并且也要求县府能够尽速解决部落 地方公所处理解决 让奇美部落分葬他处的先人 能早日落叶归根 回到部落的土地上 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